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妍 今天呢,接着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肉肉 最近呢,先不给大家介绍这个养护知识了哈 我发现呢,最近问我的比较少 那这些呢,就专门带大家来看一下嘛 咱们几款肉肉话 这个呢,是咱们的法师 朋友们应该不陌生哈 关于这个法师的一些养护知识点呢 在之前的视频当中都有介绍过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翻一下我之前的视频哈 在这里呢,也不和大家过多的介绍了 这个呢,是蓝苹果 看一下哈 这都是多头群生的 一个蓝苹果很漂亮啊 状态非常好看 颜色呢,也是这个红绿相间 果冻红配上翠绿 真的是很美,对吧 这里呢,我不给大家介绍养护啊 并不是说,就是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还是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哈 留言说如果想要知道怎么养护肉肉 或者说哪些注意事项的话呢 我看到你们的留言之后 会专门给大家做一期这样的视频哈 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想看什么 所以说呢,只能够从大家的一些想法上面来给大家拍摄哈 这是一盆彩虹糖 爆盆了哈,已经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把这个彩虹糖和这个紫乐呀 有点分不清楚 它们都是一个颜色 还有那个华丽风车 这是铁观音 有点虎,这样看清楚吗 也是一个多头群生的哈 它很容易形成那种就是中间有一个占C位的脑袋 旁边再有 这个大家不陌生了 是真的奶油辨瑞 都是这个多头群生的哈 很多个脑袋 成包子状很漂亮啊 很可爱 淘蛋 还有很多啊 这里不和大家一一介绍了 如果大家想看哪些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 有问题啊,也可以告诉我 好,那本期呢就简单和大家说到这里 我是小妍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